人人都想把安樂窩設計到別墅一格 Megan和Kenny一間三口 幾個月前搬入了一個三百多呎的窩居 Kenny和四歲半的兒子都是Nego迷 家裡到處都放滿Nego擺設之外 還自己製作一個大型的feature窩 好像時下很多屋都會有一幅feature窩 我們都是朝著這個方向想 如果整間都白色就好像很寡 乾脆用一個有功能性的 又可以一閘玩於一身的一個Nego牆 這幅牆有兩米乘1.75米高 所佔的比例都頗大 Nego迷Kenny就最開心了 玩Nego有時都會想想 可不可以砌一些特別的東西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砌得到 或者是屬於自己的東西 現在有了這幅牆 你見到你偶爾可以砌一些人養 或者砌一些古靈精怪物 多了一個輕鬆的地方 他們又覺得這幅牆很適合有小朋友的家庭 很多家長都會說 小朋友可能要讀書 其實他砌這個都很有啟發 因為他自己亂砌 砌了一件東西出來 他會說他有創造力和想像力 其實都不錯 Megan覺得這幅牆還有一個好處 大家看到的時候 都覺得是一個很瘋狂的一個想法 他又很實用 拍照又有一個背景 例如派對或者誰生日 變了你省下很多 你去弄那些Banner 或者那些笑功夫 她的同時也都令她有愛有恨 Nego都頗惹 找指甲可能慢慢進行進行進行抹 都頗要一些功夫 Kenny 說 其實自製LEGO 鍋很簡單 一個下午就搞定了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試 將LEGO 底板直接貼上油漆牆 會很容易脫 所以中間要用木板隔著 先在LEGO 底面貼上釘膠 盡量不要貼在洞裡再貼上木板 貼每塊LEGO 底板的時候 記住中間一定要預留大約一毫米的虛位 如果不是日後砌LEGO的時候 會不對的位置 可以砌幾顆LEGO度度度位 再等大約一天 釘膠剛透後就完成了 有空空空空宣動性 感谢观看